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打人 那最近的国际的金融消息面不是说非常的平静 因为原油的合约价格在五月份的合约价格一度 跌到负37美元 史上唯一首件竟然可以跌到负值 然后隔一天六月的合约又大跌 就到就了全球股市短期的一个震荡 但是美股还是要很快就回问 昨天因为油价反弹 所以美股中长涨了456点 NASDA涨了232点 肺半指数更厉害涨了5.8% 最带动了雅谷今天就又反弹 日本目前涨224 恒生涨123 上海大概平凡附近 台国部分早上一度涨154点 就很兴趣性的 结果还不到11点的时候一度又翻黑 再拉起来到目前为止 这场是录影时间1点的04分 指数大概涨了61点来到10368点 所以这个盘就是 它上礼拜曾经涨221点 前两天又跌了298点 昨天开低148之后 它又翻红 今天开涨150几点 它又翻黑 所以上下上下 好像就黏在这边 它始终过不去 也下不去 这中间当然就有几个环节 一个就是说资金就这么宽松 所以这么庞大的资金量 对股市来说 它基本上它是有支撑的 欧美要重启经济活动 要陆续复工 所以它对于股市 它有一定的支撑 但是可预见的4月份 乃至于五穷六局 很多的电子公司 它的营收会大受影响 那个数字真的不会好看 所以我一直在提醒你说 4月份到5月份到6月份 很多的电子股 它的营收会非常的难看 你不要以为这个不会反应 终究会有所反应 至少个股上的调整 它必然会存在 但因为钱很多 政府又有国家基金在护盘 520之前基本上政策面 我认为它就是 持续的做多 所以它又会撑出指数 但个股第二季又有非常多的杂音 因为欧美停工 所以电子股的五穷六绝经线 非常明显 所以整个大盘部分 它有可能就是在这边 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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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不上下不下 就算上去季线 目前在10843点 上面空间 可能maybe500点 但基金会持续往下压 所以可能就上下 maybe两三百 认语大一点 可能大概三四百点 在那边做一个整理 这是目前看起来 就是说它最有可能 四月底五月份的时候 大致就是这样整理 一路整理到520 我认为这个几率是最高 所以回归回来就是说 重点还是在选股 因为现在四月的二三了 再来就是四月的接近尾声 结营收 五月初公告 会涨的还是数字好的股票 所以谁能在四月份营收 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表现 然后五月份六月份 甚至一路往上 我认为五月份的标股就在这边 因为电子股 即将进入第二季的淡季 五熊绝会非常明显 我只提醒你 五熊绝会非常明显 所以在这个环节之下 只要它的业绩表现 营收表现四月份 五六月份 出类拔萃的 股票都会非常的表 因为钱就是这么多 可以买的标地 反而变得比较少 所以那些股票 它将会大标特标 所以这个逻辑 我都讲得很清楚 所以回归到最后 最近我看到新闻说 二月份三月份的台股的 新增的开户数 创了历史的新高 台湾的投资朋友 越来越有sense 当行情从一万二 杀到八千五百点 杀破万点 杀破九千点 杀到十年限的过程 融资余额 虽然降到连一千亿都不到 但是开户数 创了历史的新高 代表台湾的投资朋友 就是说你的sense非常好 你的水准非常的好 大家都知道 在这种时候 就是要危机入市 就是最好的进场 投资买股票的时候 问题是 今年大部分的新进的 新开户的投资朋友 普遍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说 那我可能之前 没有做太多的投资的经验 我连最基础的选股我都不会 所以我就说 我给大家上了第一堂课 就是说 你要学学郑老师 你要坚持只买金瓶股 你要去买有EPS的 有毛利率的 有盈利率的 有成长性的 他有最高的市占率的 当这些数字 他都非常好的过程 他就是所谓的金瓶股 当他有最漂亮的营收表现 他最好的财报表现 即便遇到股灾他也跌不死 但是当市场趋于稳定 甚至在多头的一个架构里面 这种股票往往是大标特标 所以要买就是要买金瓶股 那四月份营收会超强股票 五月份当然都有机会大涨 比如说宏康 礼拜二 我们在平盘上下 大概69到71块 那天我是卖掉55块的利质 55块的利质 那今天谈回55 那我们买38 然后赚到55 赚了44% 出新之后呢 转进宏康再做加码 用力加码 全力重压 我说宏康是现阶段我的会员 最重要的核心持股 压最多 买最多 买好买满的一档股票 那不要说低档买的46块 礼拜二买6、9、70、71块的 当天买进最高74块半 最高涨到自己4块半 然后到 昨天最高来到79.9元 突破 前面的这些高点 洗了三天 打到66块1 四天的时间 马上冲上来又创了新高 昨天最高来到79.9元 再创挂牌新高之外 就今天早上一度打到76块1 洗一下 强力震荡换手 盘中最高来到84块 又再刷新挂牌的新高的记录 这个就是所谓的最强势的金银股 台股第一强势股 因为这个波段 股灾之前 曾经涨到57块 发生股灾之后 补跌到40元 结果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今天涨到84块 从40到84块 这波已经整整涨了超过一倍 真正涨超过一倍 那我当然没有办法买在40 这一点没有什么人可以买到 但我带着会员买在这一根 第一档盘整第一根起涨点 买完之后他就一路上了 所以这个我们是买在46 结果到今天最高84 这一个多月狂赚了38元 高达82% 82%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当初在3月中下旬 跟着买46块买了100万 到今天是赚84万 最多是赚了84万 是变成100万变成184万 相当不得了的获利 所以我说给大家上了第一堂课 如果你今天是刚开户 刚进入到这个市场 你不晓得要怎么悬股 悬股条件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你一定要学起来 要学我坚持只要买金银股 当然金银股它有非常多条件 这个我们常常在谈 那你不要去买转机的投机的炒作的 你要买那种有本质的 那营收是每个月越来越好 一季一季越来越好 EPS是一路在往上跳的股票 那糖停在涨的过程 他们一定少不了 一定有大涨的机会 所以可以买46到84块 已经赚了82% 100万是赚82万 那这一波我们是权力重压 达人家族的所有成员 全面大赚 全面大赚 很多人这次深受股灾的影响 一堆股票套 能不能解套都还是未定之天 遥遥无期 但我们是在高档11000年 出了苍和出了新向 出了普瑞出了建设 出了一堂股的股票 前面都是大赚一堆 然后散过2000多点 低档再把大赚的钱 回头去买立志赚了44% 然后今天红康已经赚了80几% 这是不得了的获利 所以我们所有家族成员 全力重压红刚目前是全面大赚 那我也说第二季 我上修他的获利上开5块钱 原因我想我会解释得非常清楚 因为联电以特极建的方式 支援防疫的相关产品的所有晶片的生产 联电为此调动了8寸金元厂的产能 12寸金元厂的产能挪过来支援防疫 不只是给更多的产能 同时把交期缩短一到一个半月 所以当红康拿到更多的产能 交期又缩得更短 后面挤压的订单 在5月份全面都可以爆炸出来 所以原本预期5月份预期就会很好 那我现在在上修5月份的一个预期 上修幅度并不小 当然数字我先保留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说 第二季我预估从原本预估赚4块钱 就已经非常不得了 现在预估要上看5块钱的单季的获利 那5块钱的获利的部分 这就很有意思 今天我们刚刚最高84 这波从40涨到84 当然它涨得非常非常的多 涨得非常的多 但是以设计股来说 一季赚5块钱的公司 这股价是便宜的离谱 因为我想我就说 我举几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翔硕去年的第三季跟第四季 分别是赚4.06跟4.01块 翔硕现在的价格是多少 是763块 所以你要有所概念 就是说基本上设计股市场运一负 它的本预比的程度是怎么样 单季赚4块 当然人家是连续性的 所以它是700多 然后昨天是新公布获利 今天盘中最高来到27.5元 还是在这波段的高点附近 非常强势 这波从148.5元涨到248块半 涨了超过100块 刚好完成V型反转 凭什么 因为2月份赚0.98 3月份郑老师预估的刚刚好 就是赚1块2 算得准准准 所以股价240几块 因为单月份的获利 1块2 第一季赚超过3块钱 完全符合生产师的预期 所以你要有观念 就是说一季赚3块 股价240 然后4968的利基 去年赚3块1 今年2月份赚得很少 只有0.17 股价是164块 这些公司 它的营收成长的幅度 它的获利成长幅度 甚至它的单季的获利 进入第二季 我认为没有一家比得上红康 所以红康 比价其他的IC设计股 我认为空间仍然是非常的巨大 非常的巨大 所以这一波上来已经最多赚了82% 那我认为 比这样的速度涨上去 因为其实不用多久 再过一两个礼拜 进入5月初 准备公布4月份营收 那就见真张了 谁能拿出最强的数字 谁就会是5月份最强势的标股 我相信我帮大家选的 都是最强势1等1的 超级的一个强势的金平 那你说红康 再来帮会员带来超过一倍的获利 我认为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现阶段你说 展望第二季 我们看到就是说 营收非常明确往上的 NB是一组 费动营键是一组 但真的营收最强势的 仍然是防疫的相关的股票 因为这一些股票 它的需求太过强烈 因为大家恐怕在未来这一年多都要跟这个新冠病毒 做相处 都要持续的做防疫的工作 什么两体温戴口罩 那个东西都免不了 所以防疫的相关组群第二季目前看起来 然后整理一下 整理一天70.9元 整理两天 然后第三天就开始往上 到72 到今天最高73.4 就突破了前面高点 又再创挂牌的新的天下 所以它就跟红康一样 虽然说它没有像IC设计股 长得好像很快很凶很猛 因为红康毕竟是设计股 而且它股本很小 所以那长起来速度很快 但是基本上好涨部分 也是创挂牌的新的天价 这表示就说 它也是一个大多头的格局 上档没有任何的反价 所以这种股票都不能小看 都不能小看 那我们65块买到今天最高73.4 赚了8.4也赚了13% 所以每一次的三成获利 其实不都是我们在布局 这种数字最漂亮 营收最强 获利最强的股票 经过一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的追踪之后 你就发现获利从 几%变十几20% 二三十% 超过去四五十五六十% 就三成获利守到勤来 而且常常赚不止一个两个三成获利 所以这就是金平股的威力 那三月份营收1.1 我推幅四月份 有机会来到1.5 五月份伤害两亿 第二季的营收激增110%到120% 道理很简单 因为欧美各国未来东南亚印度都要复工 复工并不代表没有病毒威胁 反而是你更要加重防疫 所以你要戴口罩 你必须要量体温 所以额温腔的需求 未来只会更大不会更少 所以营收的爆发 我认为是持续性 而且是大量的爆发 去年赚4.2 对现在股价本来就已经很有支撑了 而且今年第二季将大赚超过3块钱 所以试想一季赚3块钱 而且未来这一年 可能都忘得不得了的股票 去年有4.2 今年第二季就要赚3块钱的公司 这一波的股价涨幅 只有宏康的不到一半 所以就说宏康涨了一倍 再来就准备换这一档 所以这些都是眼前看到 4月份的营收数字 或者是整个第二季的爆发率最强 他们营收的计真的幅度都非常非常大 防疫的相关股票少则计真五成 多则计真一倍两倍三倍的都有 宏康的营收计真率可能是高达300% 所以股价常识都是有道理 话说回来其实还是一样 就坚持只买金民股 因为这些股票都是最强势的金民股 所有的数字包含营收数字表现 财报数字表现 那都是一等一的强势股 所以要买都是买这种股票 当然现在已经来到4.2.3 离4月底5月初 大概就剩最后一个多礼拜 所以大概每到这个时间点 我都会开始准备下一个月份 全新的一系列的选股 那我们就会把下一个月份 一定要买股票开始挑出来之后 逐步带着我们加入成员进场做一个买进 所以宏康飙上来了 好展也飙上来了 当然也不必再去追高了 未来拉回要买我会带你买 你想买宏康你想买好展尤其是宏康的部分 你想买你想知道目标价 你想知道怎么操作 你想知道拉回什么位置可以买 你可以来找我 你尽管打电话来找我 我可以教你怎么做 那原则上保持不追高的一个最高原则 那我们有资金的话 我们先来买5月份全新的必买金民股 5月份必买的金民股 早上还有盘下 平安附近我们开始带着会员座布局 盘中最多就涨了7% 尾盘更强 涨了超过7%以上 非常非常强势 这是5月份必买金民股 同样的 我帮你选择都是数字最强势的股票 3月份的营收大增7成 就创了历史新高 这数字都非常非常厉害 4月份目前营收更好 会再创新高 整个第二季根据我目前所掌握的最新的数据 他第二季的营收将比第一季即增高到5成 所以人家是五穷六绝 他是大增5成 所以人家股票不会涨 资金一定都跑到这边 这边股价会大涨 大涨特涨 大涨特涨 那第三季将要再增25% 引运一路向上 逐月逐季一路往上开 所以这种股票是五月份必买的金银股 月进入下旬即将跨越的那个时候 市场的资金未来一定会锁定数字最强势的金银股 五月份这种股票就会大飙特飙 所以你前面没有买到红康 或者是你没有赚到励志 或者是你好展你也没有赚到 那五月必买的金银股 这边我希望这次你可以跟上 因为我帮大家选的都是最棒最好的金银股 所以我就说达人家务成员都非常的幸福 因为有我在照顾大家的资产 我帮大家把股票选出最好的金银股 带着大家做操作 照顾好大家的绩效 最后让大家赚一波大钱 那当赚大钱之后 大家就可以去照顾自己的生活 照顾自己的家人 那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活的品质 这样都是最幸福的 所以我诚挚邀请大家成为我们的 达人家族的成员 那我会好好照顾大家的资产 那成为家族成员最好的方式 就是128到年底的活动 我将带你操作到年底 128操作到年底 这个就是你成为达人家族成员的 最简单的方式 也是你通往幸福的大门 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家族的成员 等会我们再聊小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我真的注意到最近 可能新开户的投资朋友非常的多 所以陆陆续续可能也在网站上 透过FB Line或者Telegram的 整个一些各个平台 就留言给张老师 做一些就是投资的一些建议的资讯 所以我就说我给大家的上的第一堂课 就是说如果说你刚到这个市场 或者其实你在市场很久 你都没有赚到钱 那进入投资市场的第一堂课 就是我一直强调的 就是说我们要坚持只买最好的金费股 那金费股的一些条件 比如说你有最好的毛利率表现 在一个多头的时候 当它营收往上走的时候 那股价是大标特标就跟红康一样 那另外一档比如说秦凯部分 4月13号礼拜一就连续的第二根涨停板 然后礼拜二创新高 礼拜三我们喜欢趁跌买 第一档跌3%的时候买进尾盘涨4% 就当天赚了7% 隔天拉回分盘量缩 然后分盘量缩 量缩第4天分盘第5天 然后分盘的时候就先整理一下 这写错昨天是第6天 第6天就已经上来咯 开低震荡拉高 今天是分盘第7天 股价越来越强 股价越来越强 到盘中尾盘的时候 股价已经来到了最高79块钱 这股价已经涨幅超过了5% 那意思就是说 它的股价已经又回到了这个高点 所以分盘前面几天整理一下之后 第7天就已经拉回到高点 这种是真正的强势股 真正的标股 不强它不会被关 121分赚0.59 比去年第4季4毛钱还多 第一季估计赚9毛 超过9毛 10月份的营收将破亿 5、6月份的营收将一路上 因为它是国具的苏州厂 唯一的导电江的一个材料工程厂 唯一的 那目前两班次加班不够 那目前要再加班再赶工 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去年全年只有赚1.03 今年全年赚4块半到5块钱 目前是缺货甚至要涨价 加班 营收一路创高 第二季创高 第三季会再往上创高 所以目前分盘交易第7天 股价已经快要创新高 我认为后面的两三天的股价表现 将会非常精彩 股价再创新高 我认为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这样股票关出来之后 也是5月份的强势的标股 也是强势的标股 那另外 昌和今天股价还大涨了6.7% 来到246块半 其实我对它的看法 就是它是全球唯一的最强专利 毛利率将伤害55%到60% 早涨晚涨都是要大涨 早涨晚涨都是要大涨 那我可能没有时间跟大家聊太多的昌和 那今天最新买进的5月份的必买 精品股 早盘买进盘中最高涨了超过7% 3月营收大好 月增的7成 创历史新高 4月份会更好 第二季将大增5成的营收 第三季将再增25% 这种都是营收最强势的精品股 是5月份必买的精品股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家族成员 跟我买进数字最棒 业绩最棒 营收最棒的精品股 那成为家族成员的方式就是EU8 操作到年底的最好的活动 这是你成为达人家族成员的最简单的方式 也是你通往幸福的大门 赶快跟上脚步吧 主持人在稍等这里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审评估 另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